大家好,我是海苏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在做海苏语训练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么作为成年人,对吧 都有一个学英语的梦想 但是呢,工作很忙,生活很累 说实话呢,抽不出他的时间去听课,去做题 我呢,也经历过 所以呢,在我自己走出一条 这个不背单词,不刷题,也能把英语练好的路子之后呢 我也想了怎么帮助更多的童年人 那么在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吧 在确认了我的这个实检方式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之后呢 我就做这个项目,然后呢,经过了几个月迭代 现在这个项目呢,应该说呢,非常成熟的 也有很多朋友呢,在我这里每个月续费 要知道成年人的英语培训,想续费的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成年人的英语培训 都是要求你预付很大一笔钱,你知道吧 也有很多这么做的公司,陆陆续续 要么破产,要么呢,拖欠,学费,然后跑路了 这是为什么现在成年人的英语培训 这个市场被所有的培训机构都 怎么样,都禁而远之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把我的微信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加入微信,开纳的9969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我亲自接待 没有助理,没有助理 那么就有很多朋友上来之后呢,就跟我说 想加入我的这个训练营,跟我一起练英语 我说好啊,然后就把报名链接发给他们 因为训练营呢,我们是要收费的 但是费用非常低啊,非常低 就像那每天你喝杯咖啡的钱 然后 有趣的事情就来了 这个很多朋友一看啊,是要收费的 然后就跟我说,不好意思啊 还说,我这个工作很忙 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学 等我有空了再找你 所以我就在想,你知道吧 为什么你觉得 凡是免费的课程 你就可以找出时间去学呢 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 不管收费免费 你都要花时间进去 你才能够真正怎么样 学到东西,才能真正的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 这个呢,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这个 这个捷径可走的 有人呢,一直在研究怎么让 学习能够像游戏一样 让人沉迷,对吧 让人喜爱 但实话实说,人工智能都出来了 对吧 这个比人还强的这种人工智能翻译工具 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么我估计呢 我这辈子是看不到 能够让学习像游戏一样 富有乐趣 让人沉迷的这种技术能够研发出来了 那么我之所以呢 要针对成年人 做这么一个英语训练的一个项目 其实呢,也是来自我自己的经验 那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 你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消费的项目 什么叫消费啊 就我每天 对吧 我在手间花的时间 逐步的逐步的转移到英文媒体上面来 去消费英语的这个材料 你知道吧 不管是听还是读还是说 把它变成那种消费习惯 而不是学习习惯 当你习惯了用英文直接获取信息 能够用英文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 你的英语就不会差 只不过呢 是用多长时间达到一个什么样高度的问题 而且呢,你会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呢,我们已经 因为我们是去年12分正开始的话 目前已经有很多这个 我们的这个学员已经续费需要超过三次 也有很多朋友呢 一次性的付了六个月的钱 那参加我们的半年班 因为我们发现啊 通过实践观察 基本上呢,是三个月一个小的涌现 六个月一个大的涌现 涌现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们更熟悉的话来讲就是开窍 就是说你不能指望每天学习 每天进步你知道 而是每天进积累 每天训练你的大脑 然后呢 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差不多三个月 你就发现自己能力有一个突破 六个月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呢 中年朋友呢 说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来学这个 说实话呢 这个项目这种训练方式对孩子也是有用的 只不过呢 孩子现在 尤其是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真的是没时间 我们的学习方式不是让老师给你讲课 你知道吧 是要求你自己掏出手机 利用零碎时间 等车时间 上厕所时间 等快递 拿快递或者等快餐的时间 几分钟念一段 几分钟念一段 那么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手机都被收走了 你说怎么念呢 对吧 除非家长跟他们一起 我们现在呢 针对这种 想带着孩子一起念英语的家长 推出一个买一送一的服务 就是说你给孩子买一个账号 我会给家长也送一个账号 这样呢 可以花一份钱 带着孩子 对吧 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念英语 那么你在前面做表率 孩子呢 就没有什么理由 不跟着一起念了 如果你对这个方案感兴趣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 Canada9969 Canada9969 那么更小一点的孩子 小学生呢 以后海叔呢 会在我们的这个训练营中 跟各位家长介绍 怎么用这个动画片 来训练你的孩子 培养他的英文消费习惯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你错过那个年龄 就很困难了 那么我这个周末 这个礼拜六呢 我也会呢 开一个这个 一个讲座 是收费的 面向广大 家长 想把孩子带出去 接受国外那种不卷的教育 家长 做一个这个讲座介绍呢 在海外学习 到底怎么回事 有些东西跟你想的可能差不多 有些东西跟你想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应该说呢 它也是利弊都有吧 利弊都有 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Canada9969 Canada9969 好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关注海素频道啊 点赞留言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大家